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往生论著 上礼拜已经介绍了这个佛的功德庄严 也就是往生论有29种功德庄严 17种国土功德庄严 再来8种佛功德庄严 4种菩萨功德庄严 上礼拜已经把这个8种佛的功德庄严讲完 也就是讲到了160页 那么今天就接着要来讲菩萨的功德庄严 160页的最后三行 观菩萨者等于在观察门 第四门观察门里面 云合观察菩萨庄严功德成就 观察菩萨庄严功德成就者 观彼菩萨 这个彼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有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因之 谭伦大师就先注解了一下 他说这个四种正修行功德成就 为什么叫做正修行 重点就在这个正修行 所以他说真如是诸法正体 体如而行 完全要能够随顺体会这个真如 要依着真如为体 下去修行 因为真如是一切法的正体 所以一定要依着这个正体的真如 下去修行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是不行而行 为什么呢 就是前面不是讲了 般若无知 无知所以无所不知 所以就是无知而知 他把那个知改成行 所以是不行而行 这样叫做如实修行 体为一如 也就是说一的体啊 就是真如 就是一的这个真如体 而一分为四 所以呢 这四个修行 为什么叫做正修行功德 就是因为 依着这个诸法的正体 真如 下去修行的 所以这样叫做呢 四种正修行功德 那么请参考上礼拜的讲义 4月27号 这第五月 如果你手上没有呢 那就只好看电脑这边 就是呢 第五页的这个 如实修行这一段 那么也可以嘛 把这个实呢 就解释成实相 课本是用真如 那天台啊 花花啊喜欢用实相 所以呢 是如实相而行 那这种如实修行呢 真正能够依着真如下去 修正行的 必须要出地 别教出地 原教出注 所以原则上呢 如果没有特别去讲 原教别教的差别 讲出地的话呢 你习惯用天台的观念 就是别教的出地 也就是呢 破一封无名 正一封法身 真正正到真如实相的 必须是别教出地 所以呢 他这边写了 出地以上 正得真如之理而起行 所以呢 起信论意记 就是法章大师 对起信论的注解 他说呢 正理起行 即是如实修行之义 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 如实修行 就可以这样看 完全是正得真如理 而起的菩萨行 那么另外呢 如实修行 是依佛的教理 教法实相之理 而行的 也可以这样说 也就是不必把它讲那么高 没有一定要到出地以上 那么原则上呢 你就是 这个依佛的教法 而这个教法 就是实相理来行的 所以有时候呢 会写的是 如法修行 如说修行 也是同样的意思 那这时候呢 就没有讲那么高 不是出地以上了 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呢 有这两句话 应当信顺 如法修行 就是这样子 你看到 如法修行 跟如实修行 可以一样 可以不一样 可以一样的时候 就是你不要标准 不要那么高 那就是 如法修行 跟如实修行 是一样的 那么 启信论意记里面呢 刚刚讲了 讲如实修行 那就把他的原文呢 抄出来给各位看 正理启行 明如实修 那么下文云 就是启信论下面呢 有一句话 依法力 熏习 是地前行 如实修行 是地上行 满足方便 是地满位 分三阶段 分三个阶段 如实修行 一定是地上行 出地上 出地以前呢 只是了解那个法 依着法力去熏习 还没有真正正德 所以这样叫做 依法力熏习 了解那个道理 用那个道理 不断地去熏习 我们的身口一三页 让我们的三页呢 能够跟真如实相 越来越相应 随顺这种真如实相 用真如实相 来熏习我们的身口一三页 这样叫做 地前行 出地以前是这样 那正德出地 那是如实修行 那这样如实修行 就修到圆满 满足方便 那就是呢 实地满满 实地位 所以呢 他下面就说 此中等着等中 举中等取前后 用如实修行 中间这个 讲一句话 但是代表了 前面的地前行 后面的地满位 通通都有了 只是用这个如实修行 做代表 那么再来 又说 一宝信论 就地上菩萨而言 有两种修行 正体跟厚德 什么意思呢 宝信论这样说 如实修行 就是正体 以及明了 真如理体 因为就是平等 诸法平等的 真如 完全明了的去修行 叫如实修行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呢 展开来 等于呢 如实修行是 你已经正的那个体 片修行是 从体起用 被之一心 有横杀法界 所以就 依着这个体呢 一切法 通通都是在修菩萨行 从体起用 这样子 所以呢 他引用保信论这段话呢 说 其信论里面呢 主要是讲正体 正体修行 那等取厚德 虽然没有讲厚德的 这种片修行 但是呢 只讲前面的 就包括了后面的 他的意思这样 所以 依法及经 那也是这种讲法 只不过呢 用词不一样 法及经呢 把菩萨万恨 变成两种修行 如实修行 然后呢 不放异修行 他是这样本 如实修行呢 是从发菩提愿 角度去讲的 不放异修行呢 是满菩提愿 前面只是发愿 后面呢 不放异修 是你真的把它实践 所以这两种修行呢 跟前面的一个体 一个用的讲法 就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把它做圆满 也有这样的分法 也有这样的分法的 所以呢 这个 如实修行呢 就是 这个 修布施 持戒啊 等等 然后 不放异修 不放异修就是呢 一直精进 勇猛精进 可是呢 不求回报 只是为了真正 利益众生 所以他这个 如果用这两种修行 去讲 那也是呢 举出 等取后 是讲前面的 如实修行 那其实就一定 包括后面的 不放异修 所以后面这一段呢 起庆议计 法藏大师 给我们讲的这个呢 就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 告诉你 当你以后看到 经论里面讲的 如实修行 你可以多这两个 观念去想 一个是呢 正德真如体 正体修行 然后呢 再来是后德 那 所以讲前面的 一定包括后面的 从体启用的 另外呢 你的这个 这个 一刚开始的 如实修行 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然后呢 第二个 不放异修 就包括 把这个心愿圆满 所以讲 如实修行 一定有包括后面的 你如何去实践它 所以这个就是 让大家了解 这个如实修行 有这些意思 那这个 课本 谭丸大师这边呢 主要就是用 第一个而已 就是从体启用 从体启用 所以那个体呢 就是真如 只不过呢 他配合前面讲的 那个般若无知 所以呢 体真如而行 就是不行而行 叫做如实修行 好 这个是解释 四种正修行 尤其是讲那个正修行 就是如实修行 再来 何者为事 哪四个 其实极乐世界的菩萨 那么多 他们的菩萨行 应该是无量无边 六度万恨 那为什么只有四个呢 归纳起来 从这四点 去说明 凡是到了极乐世界去 你的菩萨行 大概呢 就是分成这四大类 从这四大类一展开来 那就是六度万恨 无量无边 恒河沙的法门 好 何等为事 一者 于一佛土 身不动摇 而片十方 种种硬化 如实修行 常做佛事 所以 刚刚特别去解释 如实修行 那么多 当你看到这个 你看 他种种硬化 那不就是相当于 前面讲的那个厚德吗 正体厚德 所以 这里面有如实修行 就有正体 然后有种种硬化 一定就有厚德 那只不过呢 这边的 这个硬化 厚德硬化这边呢 特别强调 身不动摇 而片十方硬化 所以祭宋里面呢 就写 安乐果清静 长转无垢轮 化佛菩萨日 如须弥助辞 这是祭宋 然后天清菩萨呢 再加一句话 开诸众生 淤泥花固 那么这个呢 在前面 祭宋那边呢 就是对照前面的 九十八页 翻一下 是前面都讲过了 只是呢 翻一下 覆习一下 九十八页这边 如果你那边 有做笔记的话 你就发现 那边呢 之前已经跟各位介绍过 那个是不动硬化德 生不动 可是能够呢 片十方硬化 所以呢 信犯法师把它简称 一个名称叫做 不动硬化德 所以后面的解释呢 九十八到九十九的解释呢 只是呢 用一种善智提堂 下去 做说明 所以呢 这个善智提堂呢 就是修三昧 九十九月第一行 入三昧 身心不动 如实修行 常做佛事 所以你看 这边又这样写 就这两句话 前后文加起来 如实修行 常做佛事 虽然常做佛事 此无所修行 行而无行 不行而行 他还是强调这样的观念 好 那么 回到一百六十一页 谭文大师解释 这个菩萨功德呢 他位置用的比较高 八地以上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八地以上呢 因为呢 八地是不动地 八地 菩萨的名字就叫做不动地 所以第一句话不就是 于一佛土生不动摇吗 就不动 虽然不动 却能够骗十方硬化 那么那个不动呢 就是藏在三昧 以三昧力 生不动本处 但是不是那种 搞目死灰的那种禅定 而是真正的自信定 手嫩言大定 自信本定 那种不动 所以呢 他也有作用 骗自十方 供养诸佛 教化 总生 这个是八地以上 就有这样的功能 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然后呢 长转 无垢轮 这边就特别讲了 无垢 我们知道 就是下面那一句 没有烦恶 没有习气的 染污 无垢 但是他特别用的是佛地功德 清净 真正的觉悟 清净 所以这种无垢 清净 没有烦恼 是平常阿弥陀佛为诸菩萨 常转此法轮 因此呢 这些极乐世界诸大菩萨 亦能以此法轮开导一切 无暂时休息 所以才叫做常转无垢轮 这佛怎么教 菩萨也就怎么教 所以极乐世界的佛跟菩萨 教我们的都是这种 无垢的法门 什么意思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断烦恼 无名习气的 那才是真正的佛法 法轮 就是这个 162页的第二行 法身如日 而映化身光 骗诸世界 但是用日呢 为主以名不动 所以再加一句 如须弥住词 什么意思 他在解释那个祭送 你对照161页的祭送 化佛菩萨日 如须弥住词 所以这个化 就是前面的身不动 而映化十方 佛菩萨都是这样子的映化 这样子的教化 所以呢 就如同太阳 可是用太阳 还不足以表示那种不动 所以再用虚弥三 虚弥住词 这是谭伦大师在文字上的解释 可是有一句话 法身如日 硬化身光 所以那个就是体跟用的 辟语 法身如日 就如同太阳 是体 可是太阳光 日光 却能够骗照 一切 骗照一切地方 骗诸世界 所以他前面呢 是用这种日跟日光 来形容那个体跟用 但是那个不足以表示不动 所以加一句 虚弥住词 这个就是 谭伦大师的注解的意思 那那个法身如日 请参考上礼拜的讲义 所以可以简单的写呢 就是从真垂报 那个报呢 是报身 硬身 都可以 所以呢 就是我们说的 从体起用 法身如日 报化如光 就如同日光 可以骗照四天下 瞻查三个月报经 里面有这段经文 如是诸佛法身 骗一切处 圆满不动故 随诸众生 实此生彼 横为作一 譬如虚空 稀能容受 一切色相 种种形类 以一切色相 种种形类 皆以虚空而有 建立生长 诸虚空中 为虚空处所色 以虚空为体 无有能出 虚空界分者 为什么突然跑一段经文出来 这段经文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前面法身如日 就白话已经解释完了 但是呢 怕大家呢 误会 法身如日 硬化身如光 好像呢 体是不动的 就在高高的挂在那里 然后呢 光呢 就往下垂下来 这样照下来 好像体一定固定在一个地方 不可以呢 跑 不可以乱跑 但是呢 那个硬化身呢 应用 可以 可以骗住一切 就担心大家呢 对于这样子的解释呢 就死了 死在那个具下 所以特别引用 《沾茶善荷叶报经》这一段 从另外一个角度 让你了解 什么叫做不动 你看这边写 诸佛的法身 偏离切处 圆满不动 并不是像前面那个屁欲 法身像太阳高高挂在那里不动 死的 不是 是法身本来就骗一切处 他本来就又圆满又不动 虽然他会随众生生死 但是众生的生死 通通呢 是依着法身 而献出来的 横为作依 都是给众生生死的这些现象 做一个所依的体 怕我们不了解 佛怕我们不了解 马上用个批语 那个法身就好像是虚空 虚空里面有一切色相种种形类 所以这些一切色相种种形类 都是依着虚空而有 依着虚空建立生长 一切色相种种形类 都是住虚空中 为虚空处所色 以虚空为体 无有能出虚空 他没有跑出虚空之外 但是可以 有这么多的一切种种形类的色相 所以 种种形类的色相 在虚空当中 有生有命 有来有去 请问虚空动不动 从来不动过 虚空有没有圆满的 融受一切色相种种形类 有 又圆满又不动 而且一切色相种种形类 都是依着虚空为体 依着虚空而有 诸佛的法身就像这样 所以前面用那个如日 法身如日 硬化身如光 就怕各位误会了 好像法身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阿弥陀佛的法身在哪里 当你体心念佛的时候 入众生心想中 关经的经文用这样写 我们比较能够体会 当我念佛的时候 佛的法身就进来我的心中了 感觉多好啊 我就跟佛相应了 可是如果你根据 《沾茶三个月报经》 佛的法身有来去吗 他本来 骗一切出啊 但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凡夫没有觉悟 没有这方面的觉悟 所以关经 释迦牟尼佛用这样的讲法 告诉我们说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因为是法界身 所以进去观骗法界 都是 他都可以到 任意自在的都可以到 善导大师这样解释不是吗 所以我们众生 起念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法界身 就入我们众生心想中 我们就觉得 哎呀 跟佛相应了 不一定要等到临终的时候 实际上 沾茶三个月报经 这样讲 你就可以有另外一种体会 原来法身 本来就在 进去观骗法界处 骗一切处 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就是法身 现象的时候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那个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法界身 也是我们的自信法身 现象的时候 显得就是什么 佛的名号 如果你念着念着念到 得念佛三昧了 入了念佛三昧了 阿弥陀佛 现出一个庄严像给你看 那也是法身现象 只不过之前 我们没有到念佛三昧 所以没有办法 开显出来这种现象 我们所现的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的名号而已 所以从这个 《沾茶三个月报经》 让大家再重新了解 法身跟报身化身之间的关系 好 再来 162月 这个第四行 把这个如须弥助词解释完 谭伦大师呢 就特别再去解释 天清菩萨的最后那一句 开诸众生淤泥花骨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他说 金言高原陆地不生莲花 悲失淤泥乃生莲花 用这个批语呢 譬如说 凡夫在烦恼泥中 为菩萨开祷之后 能生佛的正觉花 谭伏 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菩萨帮我们开导 让众生的心中 能够从烦恼生出正觉花 那么佛的花 在我们众生心中开出来 就是佛法在我们心中展开了 开一朵 在那一个众生身上就有佛法 开十朵就有十个佛法 开一千朵 一百朵就有一千一百朵的佛法 所以能够少龙三宝 常识不绝 到处都有佛正觉花 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去常转无垢轮 造成的效果 后面再一句是这个意思 前面那个金与金言 法华 不不不不 唯摩节所说经 差点背错了 唯摩节所说经 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这段话 应该之前我们也看过这段话 不过印象不深 所以这次又再看一遍 在佛道品第八品 若见无为入正位者 那是什么 阿罗汉入无余涅槃 不能互发阿纳多勒三宝三菩提心 没有办法再发菩提心 那种状况就好像是在高原陆地 没有水 没有水 所以完全莲花生不出来 卑斯淤泥乃生此花 要在凡夫 带着烦恼的凡夫心中 来能够生出这种菩提心 所以如是见无为入正位者 中不复能生于佛法 要烦恼泥中 难有众生起佛法耳 再用另外一个批语 只是种于空 把那个植物的种子 就种在虚空当中 那中不得生 你说没有 现代的技术 不是 就在虚空里面 只要让它有湿度 还是可以冒芽的 那是 你现在用人工的 他说的是一般的状况 在虚空当中 没有泥土 没有水分 没有温度 你说这个植物 怎么能够生根发芽呢 所以他用的是这种批语 只种于空 终不得生 要愤壤之地 乃能知茂 不但是淤泥要有水 还要有养分 才能知茂 用这个批语是什么呢 凡夫 前面的淤泥是凡夫心 然后呢 愤壤 批语什么 很多烦恼的凡夫 很脏啊 因为那个土壤里面 带有很多肥料 但是呢 对植物而言 这样才会长得好 倒过来说 入无为正位者 是不生佛法 经文是这样写 那朱节呢 朱节怎么说呢 生呢 就是道生 道生 生肇啊 大生 道生啊 他们有朱节这个 为摩结晶 以现世明知 用现前的世来说 见无为入正位者 是苦罚人以上 结识一断 苦罚人就是八人八字 不管说 不需要解释那么多了 不要解释那么多 八人八字 就是开始能够断 见识祸 所以结识一断 既至其所 使为见之 所以这个见无为 他要解释的是 什么叫见无为 你必须要能够断见识祸 才能够看到无为法 所以要到那个阶段 才能够见无为入正位 所以以本欲舍生死求悟 所以悟则在生死外 重点在这句话 这种求解释的声文 用四圣地 用十二因缘 修行 断烦恼 目的在哪里 要处理生死 舍生死 所以他才要去求悟 要见到那个无为 要见到那个无为 所以他真的断烦恼了 见到无为了 开悟了 那就在生死之外了 无忽不舍及悟之意 就不再有 不舍烦恼 可以当下就悟 他一定要断烦恼 才悟 断生死 才悟 悟了就断生死 断生死 就悟 不像菩萨 不需要断烦恼 他也可以悟 所以道生大师 是用这个角度去解释 就没有办法再发菩提心了 所以这一段呢 要配合下面这一段解释 会比较清楚 身佛正觉花这一段 经文是说 不如 把那个种子 弄在虚空里面 还有呢 就是在高原陆地 不生年花 其实另外还有一段经文 不下巨海 终不能得无价宝珠 不入烦恼大海 则不能得一切至宝 《为摩杰经》 还有另外这段话 所以 不入烦恼大海 烦恼 用大海去形容 凡夫的烦恼 所以一定要能够在烦恼里面 去悟 去发心 才能够成就佛的一切种子 所以深造大师的解释 你看 二圣寄见无为 安住正位 虚心静默 厌吉田 田宜 已经到了这个第六页了 我用电脑看 所以不知道要翻过来 请翻到第六页 所以 二圣阿罗汉 既然见无为 入涅槃 安住在正位里面 那个境界多舒服 虚心静默 厌吉田宜 既无生死之味 而有无为之乐 淡泊自足 无稀无求 自在解脱清凉 法喜充满 一点挂碍都没有 首肯必必 以大圣为心 心乎 何必至早麻烦 讲白一点 辛辛苦苦的还要 还修大圣 为众生去 去行菩萨道 去帮助这些 起烦恼 有生死苦的这些众生 在那边辛苦 太麻烦了 你看 厌吉田宜 没有生死之味 有无为之乐 多好 所以 这个二圣阿罗汉 就很不容易 再发大圣心 可是凡夫就不一样 凡夫沉沦无趣 为烦恼所必 尽 无无为之欢 退 有生死之味 发现了 要往前 要断烦恼 很困难 震得无为的那种法喜 目前是 看似没望 没希望 可是不修行 退 往后退 那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的那些苦 都有份 所以 尽无为之欢 退 有生死之味 再来 我心至高 再加上 我 怎么能够输给人家 还要输给那些 其他的修行人 不行 所以 为胜 是目 所以我既然要修行 不修行不行 退有生死之味 我既然想要修行 那我就不能 不能学那个 生文阿罗汉 因为 佛在经典里面讲说 生文阿罗汉是 娇牙败种 所以要学 就学佛 所以 我心至高 为胜 是目 所以 故能发迹成老 飙心无上 你真的 发心 你就想要学佛 不发心呢 生恶道有份 生死难了 苦难拖 所以呢 无论如何 好像一定要修行 这样子 所以 树根生死 而夫正觉之花 所以那种根呢 那种菩提心的根 大悲心的根 就在生死界 然后呢 就因为这样 所以能够往上开 开出那个正觉花 所以如果不是呢 凡夫获命回游 有上之保护 所以如果不是像我们凡夫 有深切的体会 这种生死苦 这种烦恼 讲白一点是这样 他用词非常美啊 莫命回游 游盘尘海 那个形容 你各位想想看 各位有没有去看那些影片 不一定自己有去泛舟啦 那个影片里面 如果那一些河 很大的河 然后经过那一些石头的时候 那些水都这样 漩涡漩涡的 就算你会游泳的人 碰到那么强的 那你也只好被带着走 被卷下去 所以凡夫就像这样子 在那种回渊尘海里面呢 那边盘旋盘旋 然后呢就淹死啦 莫命回渊 游盘尘海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凡夫 处在这种环境之下 怎么有这种体会 有这样子的警觉心呢 他就是用这种对比 所以凡夫是有凡夫之名 二圣有更拜之词 什么意思呢 凡夫要嘛就发心 可以行不上道成佛 要嘛就退转多三个道 凡凡夫妇 但是二圣呢 虽然凡夫这么糟糕 但是二圣呢 却被佛说焦牙败走 真正能成佛的 有烦恼的凡夫 在《维摩经》里面是这样讲 所以道生大师就说 无价宝珠是海之所成 一切自保也是烦恼所做 你要入烦恼海中求之 你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自保啊 所以一定要不舍结 结就烦恼 不是一下子就把烦恼断光了 离开众生 而是就在烦恼里面 体会 自己起警觉心 生道心 同时也能够体会到 众生都是这样 凡夫众生 所以呢 我们在说破世界 行不上道 难就难在这边 医者没有办法对自己有烦恼会堕生死苦 有起警觉心 每天这样子悠悠乎乎的 晃头晃脑的 一天过一天的 这个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麻烦 第二个 你发心了 想要修行了 结果呢 说要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当面对 云云众生的凡夫的时候 医者看不起那些有烦恼的众生 要么呢 就是厌恶这一些众生 怎么那么低贱呢 讲那个话都说不出口 内心里面这样低估 怎么说都说不听 佛菩萨师父都说那么多遍 才会都说不听 要不然就是呢 这些没有学佛的 你看他们 这什么观念 在将来怎么死的 怎么轮回的都不知道 我们要么就是自己不警觉 要么有警觉心的 就看不起众生 你说那你说的是谁啊 说我自己嘛 说我自己嘛 可以吧 所以你说 在说过世界行菩萨道 有那么容易吗 所以你看《维摩经》里面 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真的会修菩萨道的 你不可以离开反复 一方面你体会自己过去 也是这样子的烦恼来的 但是呢 如果他们觉悟了 一下子翻转过来的 他们是可以成佛的 比那个二圣阿罗汉 但披之佛还更高明的 这个就是《维摩经》里面所要强调的 所以菩萨呢 就是不舍洁 不要马上断烦恼 入无余虐盘去 就在凡夫里面 一方面提醒自己 二方面帮助众生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就是 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是呢 这个 生佛正觉花跟那个开 开淤泥花 开诸众生淤泥花 好 这个是第一个菩萨功德 不动硬化德 第二个菩萨功德 我们看一下 二者 比应化身 一切时不前不后 一心一念 放大光明 稀能片智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种种方便 修行所作 灭除一切众生苦固 既然无垢庄严光 应念及一时 普照诸佛会 利益诸群生 谭卵大师的注节 只有两行 一行半 上演不动而至 就是第一个德 不动骗自德 不动硬化德 对不起 不动硬化德 他说不动而至 荣获至有前后 虽然不动而至 但是呢 时间有前后 所以这个第二个德呢 就特别强调 一念一时 无前后 所以呢 信犯法师在那边呢 就写了是 同时骗自德 请你参考前面九十九页 同时骗自德 所以第一个德是 突破空间的限制 不动硬化德 升不动 但是却能够呢 骗自十方 第二个德呢 功德成就呢 是突破时间 可以同时骗自 前面只强调骗自 但是没有强调同时 这边是强调同时骗自 所以一百页 一百页的第五行 就也解释这个 前面的不动而至呢 或荣有前后 这边是无前无后 这是第二个德跟第一个德不同的地方 再回到一百六十二页 这个是第二个德的重点 另外一个地方呢 谭伦大师没有特别强调 你注意看 你看那个一六二页最后四行 二者比硬化生 用那个比硬化生 讲的是什么 就是一六一 那个第一德的片十方硬化 也就是说 第一个功德庄严成就 强调的是从法生 然后呢 有这种硬化生 硬化到十方 第二个德呢 就不再强调那个法生 而是直接就强调那个硬化生 这种硬化生 竟然可以不前不后 一下子同时放大光明 骗自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所以 一样还是呢 从体所起的用 所以刚刚那个 瞻查善恶夜报记 那个法生 圆满 不动 恰恰呢 就把这两个全部合在一起说了 如果不是 又圆满又不动 怎么可能 可以同时骗自呢 所以 这个 就是 这个第二个德 同时骗自德 一跟二 其实应该要合起来说 第三个德 是 无于共战德 就是 我们先念一念后 三者 比于一切世界 无于照诸佛会大众 无于广大 无量 共样 恭敬赞叹 诸佛如来功德 既然 玉天月花衣 妙香等共样 占诸佛功德 无有分别心骨 那个无于就是呢 没有 一个都不缺 一个都没有剩下 那你一百页的时候 看一下 前面是在一百页 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有做 做注解呢 那你就发现 信犯法是 已经告诉我们 叫做无于共战德 共就是共阳 战就是战叹 那么他的注解呢 他的无于呢 一百零一页呢 特别去强调 你看一百零一页的最后四行 虽探惠土如来 大慈千人 不见佛土有杂惠相 虽探净土如来 无量庄严 不见佛土有清净相 以诸法等故 诸如来等 所以诸佛如来 叫做等绝 若于佛心起优劣心 供养如来 这样子就非法供养 所以特别去强调 最后来一句 无有分别心 正因为无有分别心 所以他才能够呢 到十方的净土 惠土 十方的佛国土 通通一个都没有剩下 通通都能够同时去 绝对不会说 那他有挑选的 通通去 真正的无分别心的 去供养战叹 所以回到一百六十三页 告诉第五行 谭伦大师呢 就特别解释这句话 无语 民骗自一切世界 一切诸佛大会 无有一世界一佛会 不自也 不去 讲白一点 就是他有挑选 那就不是无语 他任何一个佛世界 通通都去 因为无有分别心 所以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而且根据阿弥陀经讲的 常以清淡各以一格圣众妙发 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去 所以每天都做这个动作 好 那么 谭伦大师接着就注解 赵公言 法身无相 而书行并应 智运无言 而玄疾弥补 民权无谋 而动语世会 盖思也 这段要注解什么 就是为什么他可以 没有分别心的 骗自一切世界去供佛 赞叹 他用这段 赵公言这段 赵公言这段是 哪里出来呢 一样 唯魔结晶的注解 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其实前面还有一句 圣智无知 而万品俱造 法身无相 而书行并应 智运无言 而玄疾弥补 民权无谋 而动语世会 所以总共讲四件事情 第一个智 第二个身 第三个言 第四个全 所以你看他下面就写了 因为佛菩萨有这四个 所以能够统计群方 开悟成悟 立见天下 与我无为 无为而为 无为而至 而获者 迷惑的人 迷惑颠倒的人 独感噪音 为之智 观应行 为之身 独旋即 便为之言 渐便动而未至全 第一次看 你一定觉得 可以寻得这么亲 你看习惯了就好了 所以我特别把那四个字 加粗 迷惑颠倒的人 就看到 看到这个 说这个叫做 佛菩萨的智慧 看到这个 这个叫做佛的法身 看到经典旋即 说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教法 语言 看到佛的种种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 他说这个就是佛的方便善巧 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比较难懂 感噪音 那种 能够呢 看得清楚 能够呢 有感应的 因为佛有智慧 那他没有这个修智慧的音 他不可能让众生有感有应 他不可能起观照 所以当他看到 佛菩萨有这样的智慧 然后呢 他就是要这样修 修音才有智慧 然后呢 佛的身在哪里 要让我看到啊 你说阿弥陀佛法戒身 骗一切处 你没法看 我才知道真的假的 阿弥陀佛要恨心 让我看啊 我才说 那叫做法戒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是法戒身 那你在讲的呢 这个我就没办法 如果您目前还是这样体会 那我只能够说 那您就是这边的获者 所以呢 一定要应行 才有身 然后呢 要看到书 那个叫做佛菩萨的言教 要有神通变化 那个叫做他的善巧方便 结果您看他前面就讲什么 圣智无知 却能够万品俱造 法身无相 却能够苏行并应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观世音菩萨 千百亿化身 千江有水千江月 所以呢 苏行并应 然后致运无言 可是呢 玄疾弥陀 玄疾就是那些 很深的那些经典 实际上呢 你看禅宗 要言语道断 心情触面 这个 这个 为摩洁大士 文殊菩萨说 那该你讲话 什么叫入不二法门 不讲话就是入不二法门 无言 所以呢 虽然佛菩萨的真正的是无言 但是呢 讲出来呢 你看三章十二部那么多 玄疾弥陀 所以 明权无谋 而动与世会 真正的方便善巧 是呢 在恰当的时机 恰当的因缘 给予恰当的 这种接引 视线 所以不需要特别去计划 动与世会 这样子 所以 你看 福道之 其者岂可以 也行言全智 这四个 怎么能够用这四个 而预期神欲哉 你透过这四个 要去描述 去说明佛菩萨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 那都是有限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 另外一个地方呢 他说 金光明经讲 佛真法身 犹如虚空 应物现行 如水月 张查上的月报经 也说 法身如虚空 但是却能够 应物现行 如水中月 哪里有水 哪里有月 譬如 一月升天 万将俱现 千将有水 千将月 运无言 而玄极弥布者 至教无言 为物固言 为了众生 所以才有不同的方便的这些教法 根源 祭书 众生的根气 基源 既然不一样 所以那些语言文字的教法 也就会不一样 因此才会有八万四千的那种法门 八万法杖 从此而新 所以这样叫做迷布 此无名相中 甲名相中 说 故终日明而无名 终日说而无说 无名而明 为之陀罗尼 吉明无名 为之十相 你从明字里面 能够看到那个无名的 那就是十相离体 以此化物 都叫做西坛 是西坛 真的叫做大圣教 就在这里了 上句明离本 下句明叫鸡 至鸡无谋 而动与世慧 浅鸡莫应 故约之鸡 讲白话一点就是 不需要特别去照做安排 众生跟佛菩萨之间的感应 佛有这样的智慧 自然而然就能够 有最恰当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 所以应而忘心 故云无谋 最简单的说呢 就是这两句话 明禁虽无心 行智必能见 圣心虽无虑 应勿不时宜 前面是用辟语 明禁无心 但是任何东西放到他前面 他就照得清清楚楚的 用来辟语 佛菩萨的心 无为无作 无虑 但是应勿不时宜 所以有人常常会问说 我念佛安 念观世音菩萨 念了半天 好像没有效果 好像没有感应 是怎么办 从不同的角度去给他解释 他还是觉得没有效果 那我最后就说 那我知道了 你对观世音菩萨 没有信心 你根本不信观世音菩萨 他一听 我这么认真 我怎么会不信观世音菩萨 常常念他的名号 我说 那如果你信他的话 你怎么会觉得 念他的名号都没效呢 一他一听 是哦 我真的不信他 不然你普门品念假的 我问他会不会念普门品 会 会不会念大悲咒 会 念六字大名咒 他说比较少念 那念了为什么没有效 别人念都有效 为什么你念没效 一般人一定说 业障比较重 冤亲在主 那用冤亲在主 我最不同意 说业障比较重 我还可以接受 对啦 业障比较重 但是呢 讲冤亲在主 你每次呢 出了什么事 都怪冤亲在主 奇怪 都不怪自己 那较好 抓到原因 那你说那业障比较重 是 那业障重 重在哪里 就不信佛 不信三宝 那业障不重是什么 所以 这个是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 这两句话 您注意的 你看 敏 明尽虽无心 就是讲义这两句 行至 必能见 圣心虽无虑 应物不思疑 疑是什么 最恰当 最适宜的方法 你现在看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 从初发心的时候 没有发大悲菩提心吗 没有想要帮助一切众生吗 修了那么久了 无量无边节来了 他没有智慧 没有神通吗 你求他 他会不知道吗 所以你会觉得没有效 不是观世音菩萨 没听见 不是观世音菩萨 不愿意帮你 是 真的是自己障碍重 要么就是 你虽然念 并不相信 真的他可以帮我们 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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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观世音菩萨 摆在那个 佛刊上面而已 那只是 泥树木雕的 佛菩萨 对你而言 当然就没有效 所以要注意看 这两句话 圣心虽无虑 应物不思疑 好 163页 谭乱大师的注解 也就是要讲这个 只是他不是用在 那个度化众生 而是说呢 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 为什么可以 骗自一切佛国土 去供养赞叹诸佛 因为他 他已经正得 跟佛的法身一样 骗一切处啊 没有一个地方 不能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第三个 功德庄严 极乐世界菩萨 第三个功德庄严 第四个 我们念一念 是者 彼于十方 一切世界 无三宝处 注持庄严 佛法身宝 功德大喊 骗是令解 如实修行 所以祭诵里面 才会写 何等世界 无佛法功德宝 我愿皆往生 是佛法如佛故 所以呢 前面在这个 102页这篇 我们看一下 那个地方呢 信患法师就说 这个就叫做 骗士三宝德 就是到哪里去 都能够呢 开示这种 佛法身的三宝 注持庄严 佛法身三宝 所以你看 导数第三行 102页导数第三行 他方无佛法身处 注持庄严 佛法身宝 是如有佛 使佛种 处处不断 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所以回到163页 最后一行 也是这样写 在十方一切世界 没有三宝的地方 极乐世界的菩萨 一定去 注持庄严 佛法身 功德大海 那注持三宝 庄严佛法 干什么呢 让众生能够呢 开示误入佛子之间 能够了解 如何如实修行 所以第三行 谭童大师很简单的注解 上三句虽言骗子 皆是有佛国土 如果没有加上这一句 便是法身有所不法 上善有所不善 还有瑕疵 还有缺点 加上这一句 那就圆满了 就非常非常圆满了 好 对于这个呢 第四个德 请参考上礼拜的讲义 第六页最后这一段 墨学就引用了 这个净空和尚的开示 没有三宝处 要发大慈悲心 我们要学习 极乐世界的菩萨 这样子 要发大慈悲心 要以大智慧 大的耐心 不怕吃苦 帮助这些众生 要学习极乐世界的菩萨 这样的行为 注持庄严佛法身保 就是三宝 功德大喊 骗尸令解 如实修行 这句话 就是呢 讲经教学 要他们 要众生 能够觉悟 明理 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这是一种 佛陀教育 这种教育 非常重要 所以祭宋里面呢 才会写 何等世界 无佛法 功德保 我愿皆往生 是法如佛 这祭宋就说 我们遇到这些地区 没有佛法 一定要发心 往生到这个地区 干什么 四宪佛法 如同佛住在这个世界一样 要把三宝 在此地 此地区建立起来 那么 这个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落实佛陀教育 在这个地方 发展 发延广大 在这个地球上 上面来看 没有三宝的地方 很多 要知道 需要众生有缘 就能够感动 三宝 出现 所以 老和尚 补了这段话 就是 让我们知道 众生要 有一点缘起 才能够 三宝出现 众生没有缘 菩萨就 没有办法来 所以我们读这一条 自己应该要晓得 我们做佛地址 弥陀地址 想要正法久住 弘法立身 要觉悟众生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念念不忘 没有三宝的地方 我们要帮助他 先结一点 种下一点缘 把佛像 经书 佛法 送到那边去 只要有一点点缘起 只要有一个人 开始学 那个地方呢 就有缘了 有缘的人慢慢多了 佛菩萨就会到那边去实现 这就是 经书 法宝 要免费赠送过去 我们基金会 就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会越来越多人 接触到这些经书法宝 有这样的缘起 讲经教学的菩萨要去 才有个机缘 要不然就是要怎样呢 就是你先过去做慈祭的工作 慈善救济的工作 用佛教的形象 做慈善救济的工作 那也是一个结缘 可是那个不是一般人 所有的人难做的 经书法宝的结缘 比真的 人过去做慈善救济 稍微容易一点点 只要有这么一个机缘 所以可以从这边开始 再加上现代 那网路越来越发达 用电脑网路 那更是方便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远大的远光 我们如果真的要学习 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 没有佛法的地方 要视线三宝有佛法 那我们要有一些观念 有一些做法 是可以慢慢的让 这个地区的众生 有这样子的三宝的缘 那这时候菩萨 佛菩萨才有办法来 好 这个是补充给各位了解的 以上 这个是菩萨的四种功德庄严 接下来请看164页 第五行 以下是解义中第四重 名为进入怨心 进入怨心者等等 这个呢 你要先回到113页 把那个科判呢 再重新看一次 113页这边 等于解义分呢 分10 10个要点 前面观察 这个29种庄严 那个是呢 三者观形体相 第三个观形体相 接着呢 第四 进入怨心 什么意思呢 你回到164页 倒数第四行 有 运入怨心 就是把它归纳成 整个三种庄严成就 都是怨心庄严成就 就是阿弥陀佛的怨心庄严成就 这是怨心 可是呢 下面又说 略说入一法聚故 也可以归纳成一聚 一法 归纳成一法 最后一行 165页最后一行 一法聚则 为亲近聚 亲近聚则 为真实智慧 无违法身故 所以 进入怨心 就是这个意思 29种庄严 或者是三种庄严 可以归纳成怨心 怨心庄严 也可以把 把这个怨心呢 用另外一句 叫做 亲近心 这样子来解释 整个29种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的 亲近心 的开展 所以为什么叫做 进入怨心 那个进呢 就是亲近的意思 所以 这段话 是这个意思 然后 我们休息 十分钟 现在十六分 我们上课 好 我们第一堂课开始 那 继续呢 这个 164页 这边 解义中的第四重 进入怨心 那么 最后两行 164页 最后两行 因知者 也就是呢 倒数第三行的 最后一句话 成就怨心庄严 因知 那 台湾大师说 那到底要我们知道什么呢 因知此三种庄严 成就 由本 四十八愿 等 亲近怨心 之所庄严 所以这 这三种 国土 功德庄严 佛功德庄严 菩萨功德庄严 通通都是由 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愿 这样亲近怨心 所庄严成就的 所以是这种 亲近的怨心 因亲近 所以果就亲近 并不是呢 无因他因 而成就的 所以 非无因 非他因 有这样的成就 所以在这个无因他因中间加一个斗点 就很清楚了 那 不是无因就是有 有 那不是他因就是 这种因呢 只有就是四十八愿的亲近怨心 没有其他的因 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 谭丸大师 先跟我们简单解释 那既然讲 亲近怨心 那 他这篇略说 入一法句 重点就在 这个略说 为什么要略说 所以他就解释 一六五页的第三行 上国土庄严 十七句 加上 如来庄严 八句 加上 菩萨庄严 四句 是广 入一法句 是略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这种广略相入呢 何故视线广略相入呢 因为诸佛菩萨有两种法身 一者法性法身 二者方便法身 由法性法身 身方便法身 由方便法身 出法性法身 此二法身 义而不可分 义而不可同 那就是不义不义咯 说他是义呢 却不可分 说他是义呢 却不可以一样 那就是不义不义咯 所以要从不义不义的这种两种法身 不义不义 去了解这个广略相入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两种法身 法性法身 方便法身 就如同我们刚说的 从体起用 从法性法身 身 方便法身 然后呢 这个 由方便法身 出法性法身 又怎么解释呢 就是 色用归体 请看今天的讲义 信犯法师呢 就写得很清楚 从广入略 就是色用归体 所以辗转向入 所有三种 二十九句 亲近庄与事项 会归到一心二门的亲近心体上 信犯法师很习惯用起信论的一心二门 所以原则上呢就是色用归体 就是从略入广 然后从广出略就是从体起用 由体起用 所以把这个愿心成就的两类亲近庄严 为什么变成两类呢 一个是正报 一个是一报 那个在哪里会写到呢 167页这边 167页最后五行 你看 这个167页第三行 此亲近有两种因之何等两种 一者气世间亲近 二者众生世间亲近 所以气世间亲近就是一报 像说十七种庄严人佛土功德成就 世民气世间亲近 如果是众生世间亲近就是正报 像说八种庄严佛功德成就 四种庄严菩萨功德成就 这个就是众生世间亲近 所以一法句就含刮了两种亲近 所以这个就是由体起用 由亲近心开展出来这两种亲近 好 那么对于这个两种法身 回到165页 这边他的用词是法性法身跟方便法身 实际上还有不同的用词 请参考今天的讲义 有时候呢也叫做理法身 治法身 一个理一个治 所以呢种类名称好几种 刚刚刚讲的理法身是华言经书还有金光明经用的 所以呢 理就是那个理体信德 治呢是指那个修德 然后呢 另外一种菩萨印诺本业经用的是法性法身 硬化法身 所以台湾大师用的比较偏偏向这种用法 他只是把硬化法身改成方便 把硬化改成方便 那如果是原造律师第三种 原造律师所立的两种呢 就是理法身跟事法身 理跟事 所以理法身就是如来所证的理 事法身的话就是戒定会五分法身 这种功德法 所以他说这个是大小二圣相对的两种法身 等于大圣讲的是理法身 小圣讲的就是那个五分 五分功德法身 戒定会泄脱泄脱之鉴 第四个呢就是台湾大师在这里 法性法身方便法身 法性法身是如如理 是无相法身 是略门 方便法身是救济一切众生的大悲 无不相 前面是无相 这边是无不相 前面呢是如如理 这边是大悲 所以是广门 前面是略门 这边是广门 所以无相法身 相即 无相法身相 即无不相法身 我看看 无相即无不相 简单的就是给大家这样看 无相即是无不相 无不相法身 成无相法身 那这写的有点快要快看不懂 然后就是呢 从体起用 就是从无相变成无不相 那如果呢色用归体 那就是无不相回到无相 就是课本写的这个不一不异 这样会比较好懂 所以这个一而不分 然后呢一而不可同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小字里面呢 我就把它重新写 从体起用法性 法身到硬化法身 然后医治正理 是从治法身到理法身 这个是透过修德 变成信德 是两种不同的讲法 好 那么下面这一段 因清静怨心所庄严的身 清静意识在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为静音所庄严的静果 等于这种法身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是因为你前面有修清静音 所以才能够成就这种庄严的清静果 所以完成真实智慧的无为法身 所以阿弥陀佛的佛身 是由清静怨心 四十八怨 所庄严的广略相入 的清静佛身 特别强调是广略相入 然后呢 道措大师在安乐极说 弥陀是报身佛 极乐保庄严国是暴徒 强调暴身暴徒 还有观音寿迹经 弥陀会入灭 那个是在四线暴身的隐墨相 你说那暴身怎么会入灭呢 他说那个是暴身的隐墨相 化身的弥陀 那化身呢 化身是在古阴生王经 里面的清泰国 等于道措大师安乐极 他把它分成三身 如果是呢 这个暴身暴徒 那就是无量寿经 观音寿迹经的弥陀 会入灭 那个一样是暴身 只不过四线隐墨相 那如果是呢 古阴生王经里面 那个弥陀 那个是化身 那是化身佛 西方净土的弥陀 绝对是暴身佛 也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佛 暴身佛 善导大师以仇行仇愿来解释这个暴身 这个四铁书里面就讲过这个 为什么叫做暴身 他修菩萨行 修这样的因 所以有这样的果报 他用这样子的菩萨愿 所以成就这样子的菩萨果 佛果 所以是仇行仇愿 都是呢 有因就有果的那种报 那以大品波尔经的涅槃非化品 据说涅槃如画非化 来汇通那个观音寿迹经入灭说 涅槃都如画了 是为新发心的菩萨说非如画 是避免新发心的菩萨产生进步 弥陀的入灭不入灭 一样的说法 不入灭说如非化说 入灭说如如画说 如画不仿涅槃 入灭说岂能害报身之意 这一段如果你一下子看不懂 你再回去看看四铁书的第一卷 玄义分那边 复习一下你就能够懂 也就是后面这一段来说 涅槃到底非化还是如画 说如幻化 是要强调 不要把它当真 然后说不是如幻化 就是要强调真的有涅槃 这样子 好回到课本 165页最后一行 一法句 亲近句 亲近句真实智慧 无为法生 各位如果有印象 黄念族老居士无量说经节 对于这一段 不晓得引用了多少遍 十几二十遍都有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你用那个握的 然后用那个搜寻 用这一句下去搜搜搜搜搜搜 看几遍 不骗你一定是十几遍 可见呢 这黄念族老居士非常重视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所说的这些极乐世界的庄严 全部都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怨心 亲近怨心 亲近心 开展出来的 但是你怎么样去了解阿弥陀佛的亲近怨心呢 所以一百六十六页的第二行 就是要解释这个 此三句辗转相入 这个辗转相入呢 他说一和意叫做法 因为是亲近 那一和意叫做亲近呢 因为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你对照讲义默学 把他改写 次序把他倒写过来 因为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是亲近 因为亲近 所以说一法句 这一法讲的就是这个亲近 所以课本的意思呢 把他顺序排过来是这样子 接着回来看一六六页的第三行 最后一句话 真实智慧是怎么说呢 实相智慧 实相无相 所以真智无知 无为法身怎么说呢 法性身 法性是极灭 所以法身也无相 真实智慧 实相智慧 无相 无知 无为法身 法性极灭的法身也无相 无相所以能够无不相 相好庄严即是法身 无知所以能够无不知 所以一切总之就是真实智慧 这时候你对照讲义 墨学就把它改写过来 你看你怎么样了解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真实智慧是实相智慧 实相无相 所以真自无知 因为无知所以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就是一切总之 所以一切总之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讲的就是法性身 而法性极灭 所以法身无相 法身无相 所以能够无相无不相 无不相就是种种的相好庄严 庄严好相 就是无为法身 他为什么要这样解释 你看一刚开始写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然后告诉你无相 无知无相 最后无所不知无所不相 所以都合乎中道第一地 那种真实智慧必须合乎中道第一地 那种无为法身也合乎中道第一地 你不可以偏在一边去看 不可以偏在无知 也不可以偏在无所不知 不可以偏在无相 也不可以偏在无不相 他要强调的是这个 好这个还好懂 接着下来166月倒数第四行 最后四个字 以真实而目智慧 目就是用这个名称 用真实来讲智慧 是真实智慧 为什么呢 明要说明智慧非作非非作 以无为额标法身 是要说明法身非色非非色 那就是刚刚目智强调要合乎中道 所以真实智慧非作非非作 无为法身非色非非色 不可以有色不可以无色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非色就是无色 非非色就是有色 既不可以有色 也不可以无色 那智慧一样 智慧不是做来的 也不是不做来的 非作非非作 那这两句好懂了 懂了后再来 非于非者 起非非之能似乎 盖无非之曰似也 智慧无代夫非似也 非是非非 百非之所不遇 事故言清净句 本来心还蛮清净的 看了这一段就心不清净了 因为完全看不懂 第一次看一定有这样子的感受 头前那你这样跟他解释 我多少多少了解 后来这句是什么意思 非于非者 起非非之能似乎 好请看讲义的第一页 最后三行 墨玄来之后 引用别的注解 来大家做参考 吉障大师的三论悬议 里面有这段话 本对有病 对那个有的病 事故说无 有病若消 那个无空 那个无就是空 空药也不用了 则知圣道未曾有无 何所至也 会有挂碍吗 难曰就问问题 是有是无 叫做两是 非有非无 叫做两非 跟如家的跟末家的一样 那还不是都在明言里面打转 所以你不管是呢 有无两是 或者是非有非无两非 那还是有是有非啊 他就回答 他就回答 本非二是 故有双非 本来就不是两个是 所以 要让你 不要执着两边 所以才要讲双非 所以二是既亡 双非一席 二是什么 是有是无 你走两边 他的问话就是 问答就是 谁前面来的嘛 那个二是就是 有是有非 有是有是无 对不起 是有是无 二是嘛 现在本来就没有两边 所以不需要双非 他第二页的第一句 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既亡 双非一席 故知非是 亦父非非 那难曰 在问非是非非 还是两非啊 你前面还是两个非啊 何有免非 他就回答 二是身乎梦乎 两非 还见空花 二是好像是 做梦当中碰到老虎 梦中的老虎 两非呢 一样的是 眼睛有毛病 看照空中花 生出虚空花 则知 等无所事 今亦无非 特别跟你讲 你 我讲这个 非是非非 两是两非 通通都是要拿掉你的病 你千万不要从这边 又生出这些病出来 所以才会说 二是身乎梦乎 两非 还见空花 所以 本无所事 今亦无非啊 是有病 才要用药去治啊 了解这个之后呢 你再看回课本的这段话 一百六十六页的第二行 最后两行 非一非者 其非非 自能视乎 这个 对照讲义第二页的第三行 这两句 否定的否定 难道就是正面的肯定吗 说否定的否定 难道是正面的肯定吗 所以 无非之曰 是 至是无代夫 非是 是就是是 不需要对着非 才是是 这两段话就这样讲 否定的否定 是怕你误会了 所以要用否定 可是呢 你就把否定的否定 当成正面的肯定吗 不是啊 无非就是是 只要是是就好了 不需要用非来表示这个是 这个呢 就让墨学想到呢 嫩严禁的这段话 你看 嫩严禁这段话 文书 就是佛对着文书讲 无经问如 如无文书 更有文书 是文书者 唯无文书 如是是尊 我真文书 无是文书 何以故 若有是者 那就变成两个文书 然我今日非无文书 所以在这里面 实无是非恶相 没有是没有非恶相 正面书的解释呢 我把它简化 让大家看懂 文书菩萨的回答 我真文书 就是 就我一个 唯我一生 无恶相 无是非恶相 无是相 无非相 没有是没有非 这二相 所以无是文非 就是我既然只有一生 不可更说是 如果说是 那就要两个文书 一个是一个非 这是对非说是 这一个文书而已 还特别强调 是文书 然我今日非无文书 不是没有文书 所以成上言 尚不容于说是 何况更可说于非乎 所以别做一说 另外一个说法 与佛问处当云 负本体而更有 才可说是 并本体而全无 方可说非 现在文书 是负本体而更有 是文书呢 还是并本体而全无 文书呢 通通不对 所以才会说呢 没有是非恶相 希望补充这一段 让你看得懂 不希望补充这一段 让你看得更灰 很担心这个 所以呢 这个地方 166页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 用这种非做非非做 目的在哪里 就是你不要落入两边 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不可以落入 无相无不相 不可以落入 无知无不知的两边 要完全合乎 你两边 连中道都不纯 的这一种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所以 不是用对待的说法 那么 166的最后一行 最后三个字 非是非非 百非之所不欲 你先有四根非 然后呢 又把这两个四根非 给他否定掉 非是非非 即使呢 你否定两个 再用一百个 百非 去否定 也没有办法 恰当的批语出来 这也叫做 百非之所不欲 为什么用个百非呢 离世拒绝百非 我们参考这个 请参考讲义 四句百非 在第二页中间 三论中为了 扶去众生的 有无的迷剑邪子 说真空无相 不可得的道理的时候 常用的语句 四句百非 佛教的真理 非四句可以解释 也超越了百非 所能够明白的 所以叫做四句百非 极藏大师很喜欢用这个 你看摩尼之道 道超四句 道为真地 体觉百非 大圣玄论 也是极藏大师的 著作 阐明二帝史 也这么说 真地之理 觉四句百非 哪四句呢 就是这个 有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常无常 亦常亦无常 非常非无常 这样叫做四句 所以真理 是远远超过 在这四句 你可以想象之外 弄切 弄切阿拔多了宝君 就弄切金 也这么说 四句则世间言说 出四句则 则不多四句 你能够超越 这四句的话 你就不会呢 被限制在 这四句当中 所以这是四句 百非就是 百种否定 否定所有的执着 一切的直取 都在否定之内 真的有一百句吗 有 涅槃经 金刚生品 真的有一百句 所以四句百非 有它的出处 目的在哪里 就是透过这种 四句百非 让我们跳出 逻辑思考 相对观念的 这种错误 要完全超越 完全跳脱 所以下面的小字呢 就是墨学去写解释 课本的这个 百非之所 不欲事故言清净 也就是说 清净这一句 即使是用 离世句 绝百非 也不能够 完全说明清楚 这个清净心 阿弥陀佛的 一念清净心 不是用百非 可以用来 辟喻说明的 不过 清净心 展开来 就是三种 庄严 也就是 真实智慧 一切种智 也是 无为法身 向好庄严身 就是 阿弥陀佛的 一念清净心的 说明 整个 极乐世界 正报 依报 所有的功德 庄严 也就是 佛的 这一念 清净心 这一个 一切种智 向好庄严法身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讲的就是 这一个 如果你说 这个说明 还是太复杂了 可不可以讲 简单一点 我就好记一点 所有的 二十九种 二十九种庄严 或者是 三种庄严 国土 佛 菩萨 三种庄严 可以归纳成 一具 清净心 怎么样了解 清净心呢 就是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也就是说 整个极乐世界 都是阿弥陀佛的 清净心 所开展出来的 也都是 阿弥陀佛的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所开展出来的 是阿弥陀佛的 一切种事 阿弥陀佛的 向好庄严法身 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回到 课本 一百六十七页 第三行 此清净 有两种因之 上转入 句中 通一法 入清净 就是呢 可以归纳成 一句 清净 通清净 入法身 那么 今将 别清净 出两种 故言 因之 也就是说呢 是清净 然后呢 也是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不过呢 特别现在讲的 清净有两种 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 这个 也就是呢 最后一行 如是一法句 就是清净 就设两种 那两种 就是气世间 跟众生世间 正报 跟仪报 好 那么一百六十八页 谭文大师的注解 他说 众生是别报之体 国土为共报之用 体用不一 所以因之 你对照着讲义 这段对照讲义来看 众生是 众生世间 是正报 气世间 是一报 是国土 国土 气世间 国土 所以呢 他把他讲 众生是别报 一个一个嘛 大家有各自的 不同的国报 可是气世间 国土是大家的共报 共业所感到的一报 所以去讲 一个体 一个用 他特别把他分开 众生 别报 是体 气世间的共报 是用 所以一个体一个用 体用不一 说他不一 不一样 可是 回到课本第二行 然诸法 心成 无余境界 也就是说 一切都是为心所造 为心所成 众生集气 互不得意 那也不能 说不一样 因为 不管是众生 或是气世间 都是为心所造 为什么心 为是亲近心 所以呢 墨学就把它改写 比较清楚一点 体跟用不同 所以说 两个不一 但是呢 都是亲近心 所开展出来 所成就出来的 所以这样 叫不一 所以这两者 不一 不一 结语就是 一亲近心所成就 一亲近 一切亲近 他用这样来解释 前面两种亲近 就是不一 不一 所以你看 168页的第三行 不得意 不一 则一分 就是不同 一个体 一个用 一个众生 一个气世间 意思是不一样 是分开的 不一 同亲近 所以他两者 不一 就是大家都是 亲近心 所成就的 再来 气者 用也 气世间 那个气世间 为什么说 他也是同样 亲近呢 下面就是要解释这个 众生亲近 OK 那气世间 为什么要亲近呢 为比净土 是比亲近众生 之所受用 所以名为气 如 近时 用不近气 那气不干净的话呢 那装 装食物下来 食物也不干净了 食意不近 不近时 用近气 那食物不干净 所以相对的 就会染污的 那个气具 也变成不干净 所以要两个都要清净 清洁 乃得成净 所以清净这个名称 一定 寒瓜两个 它是用一种辟欲 让你了解 为什么两个 通通都叫做清净 不义 就在这里 不可以完全不一样 两个都要 同时具足那种清净 两个都是清净心 所成就的 好 那这个解释完了 等于把那个 众生跟气势间 都是同一个清净 所以是 依也不是依 说是义也不是义 不义不义 那接着就问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了 原众生清净 那讲的这个众生 是佛功德庄严 菩萨功德庄严 讲的是佛跟菩萨 那如果还不是菩萨呢 极端世界有人天 比诸人天 得入此清净素佛 那能不能算 众生世间清净呢 连人天而已 大约得名清净 非识清净 可以给这个名称 但实际上还不清净 他就举例说明 出家圣人 以杀烦恼贼 故名为比丘 所以已经出家了 断烦恼了 说他叫做圣人比丘 凡夫出家者 持戒破戒都叫做比丘 也就是说比丘这个名称 是圣人出家也比丘 凡夫出家也比丘 持戒破戒也都叫比丘 比丘这个名称 是很通范的 所以清净这个名称 也是很通范的 他就是主用这个命 这个这个批语让你了解 以此类推 灌顶王子 他等于将来可以继承王位的王子 出生之时 据三十二项七宝即为所属 虽未能为转伦王室 一名转伦王 因为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王位 做转伦王 以此类推 比诸人天 亦父如是 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像那个大菩萨 登地菩萨这样亲近 但是他们 我们然后 接入大圣正定之句 毕竟当得亲近法圣 以将来一定可以正得 所以也算在亲近术里面 也算在众生亲近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 一定都入大圣正定句 毕竟当得亲近法圣 所以我们都算是众生世间亲近 以上这个就叫做 进入怨心 把二十九种庄严 回归到 归纳到一句亲近句 亲近句再开展 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然后再说两种亲近 众生世间亲近 气世间亲近 这是一种归纳的说明 归纳跟开展 再来第五点 善巧色化 刚刚那个是第四 进入怨心 这个是第五 一样的你再翻回113看一下 复习一下113页 倒数第四行 五者 善巧色化 开始讲这个 第五个 好 那么 这个回到169页 善巧色化者 如是菩萨 色谋他 皮婆舍纳 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心 如实之广略诸法 如是成就 巧方便回向 我就照着 往生论的文 一直念下来 我就不讲第几页 你们自己看 再来170页 最后是 何者 菩萨巧方便回向 菩萨巧方便回向 上则为说 礼拜等五种修行 所及一切功德善根 不求自身 祝辞之乐 欲拔一切众生苦固 座愿摄取一切众生 共同生彼 安乐佛国 四名菩萨巧方便回向成就 出出看 一定看不太习惯 这个用词太简略了 所以回到169页 所谓的 善巧色化 其实就是开始进入 那个五念行门的 第五门 回向门 所以你看他后面就讲了 这样叫做菩萨的 巧方便回向 你的第三门 坐愿门 修摄摩他 第四门 观察门 修菩波舍纳 如实修 舍摩他 如实修 菩波舍纳 所以你看他讲的 舍摩他 菩波舍纳 广略修行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广是29种庄严 略就是 入一法句 清净心 这样子的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心 柔软心 你看他这解释 不恶心 为什么 止观 止观 双运 为广略 止观 相顺 修行 成不恶心 然后 成就这样子的一种 止观 双运的 不恶心 柔软心 能够用来 回向 回向什么 回向 一百七十页 这边写的 这些功德 战根 不求自身 住持 的乐 不求自身 乐 又为了要 拔一切众生苦 那怎么样 帮助众生 拔众生苦呢 作愿 摄取一切众生 共同 生彼 安乐 佛果 回向给众生 全部通通 大家一起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这个叫做 善巧色化 请看 参考讲义 第二页 最后两行 我一开始就说 这边讲的 就是五练门的 回向门 然后配合 一百七十页 我们刚念的 你修这些 礼拜门 赞叹门 这个 坐愿门 观察门 到 回向 五种修行 所及功德 善根 不求自身 乐 欲拔一切众生苦 摄取众生 通生 其乐 叫做 巧方便 回向 成就 里面就包括了 发菩提心 跟三种 回向 也就是这样子的 回向方法 为什么叫 善巧色化 就已经 包括了 有发菩提心 跟三种 回向 如果不是天经菩萨 给我们讲出来 我们也不太了解 这样子里面 就有发菩提心 跟三种 回向吗 所以他要说的 就是这件事情 就这五念行门 就包括了这个 那先把这个 三种 回向的名词 列在这里 回至向他 回因向果 回事向理 那为什么叫做 巧方便 回向呢 这个方便 就是 你在这里面就有发愿 要摄取一切众生 希望用这样的 修行功德 来摄取众生 大家共同 升到极乐世界去 就能够呢 帮助大家 成佛 是 毕竟成佛道路的 无上方便 所以才叫做 巧方便 回向 好 那么 回到 课本 169页 倒数第四行 他解释柔软心 就是 广略 指观 相顺 修行 称不恶心 只是他用一个 辟语 以水取引 清静 相知 水 如果平静的时候 湖面是平静的时候 它可以像镜子这样子 可以照 所以他才会说呢 水取引 湖面的水 可以有影像 是因为呢 这个水是平静的 子 因为子 所以才能够照见 观 他的意思是这样 好 我们把这个 讲义第三页 广略修行 这句话 加以解释 简单的说 广就是29句 29种庄言 略就是那一句 清静心 所以太序大师的注解在这边呢 他就比较白话好懂 坐愿门是修摄摩他 观察门是正修皮博神纳 礼拜赞叹门 即子观的前方变形 你要修指观 射摩他 皮博神纳 要先礼拜赞叹 所以 从菩萨所修四门 礼拜赞叹 坐愿观察 所以他就要说呢 菩萨射摩他 皮博神纳 广略修行 等于就 这句话里面就包括了 前四门 然后 以有愿故 则公有所归 心有所专 公有所归 公不善师 如钱有神 把他贯穿起来 以前的那个铜钱 中间有孔嘛 所以叫方孔兄 所以把他贯穿起来 心有所专的话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心专注在西方极乐世界 则设善规定 就能够有修舍摩他 所以透过礼拜 在发愿 你就有这两句话 公有所归 心有所专 功夫有一定的方向 你就不会散失掉 心能够专注 就是专注在哪里 往生 所以你就会专注在念佛求往生 就等于心就定下来 然后有了这个摄摩他 在修皮婆舍纳 就通过这个发愿 专心发愿求往生 开始起观察门 观察佛的一正庄严 这时候 摄摩他的子里面有观 观里面有子 子观双运 所以三种观察 是广形 二十九种庄严 广形 三色于一 一清净法界 他把它加一个法界两个字 其实就是清净心 为种 是略 所以三种观察 二十九种庄严 是广形 归纳成 观一清净 一正法界 是略 成就柔软心 这个是有烦恼就不柔软 像爷嘛 修子观就降伏烦恼 降伏烦恼就柔软心 所以若不修得心柔软忍 贪着五欲 不能知子而定 不能详细观察 所以为什么说有子观 叫做柔软心 有时候我们会说 修菩萨道 你要有柔软心 好像众生怎么样 你都要忍耐 要很柔和 这样叫柔软心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柔软心的一种解释 可是如果这边讲的柔软心 不止这样 谭卵大师写得很清楚 就是一定要有子观 太虚大师解释得更清楚 因为你有子观 你才能够降伏烦恼 降伏烦恼 有柔软心 你才能够详细的观察 观的才会正确 所以为什么说有子有观 叫做成就柔软心 应顺法师的解释 很难得应顺法师 也会解释净土的注解 相当难得的一本书 柔软心者心性调柔 禅定功生 所以能够心得自占 所以如果不柔软不调柔 就不得定 不得定就不能够 如实观察了之广略诸法 所以要先修摄摩他 指心得柔软 然后再修皮婆舍纳观 乃能如实之诸法 你回到课本看 应顺导师的注解 有他的独到之诸 虽然他跟谈卵大师 注解分段不一样 但他把两个夹起来 他说菩萨摄摩他皮婆舍纳 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心 如实之广略诸法 两句是合在一起的 他说成就柔软心 是射摩他 指观的指定 如实之广略诸法 是皮婆舍纳观 他的意思 他的注解是这样 所以再回到讲义 你看我把它画底线 就这个意思 先修射摩他指 心得柔软 再修皮婆舍纳观 乃能如实之诸法 那什么叫指 什么叫观呢 指射心一静 安住不动 那一本论就是念念发愿而得定 如心于尽 其推求分别观察 那是观 这边来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一般的解释 指观 射摩他跟皮婆舍纳 如果你说 哎呀 那这种指观 太普遍了 太不够高明了 真正高明的是 六祖慧能大师 讲的那种指观 那是 您说的没错 这句话您没说错 因为呢 六祖慧能大师 他所接引的 他一开始 好像很清楚 我接引的是 上上根器之人 相信呢 就如同前面讲的 我们凡夫至高 自我心高 唯求圣目 就是都很喜欢 写那个最好的 所以我们看 六祖慧能大师的 这个六祖谈记 这样讲的指观 哇太棒了 不需要这样子 傻傻的 每天就在那边静坐 我能够呢 这个如如不动 不取一项 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那个就是呢 高级的指观 这样修 多高级又多方便 你说你这话很酸 这个的确很酸 酸的是什么呢 我们往往 心都把自己 抬得太高 没有想到 我们光是那种 低级的四禅定 都没有成就 却要修的是 上上根器的 如六祖慧能大师 那种高级指观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 要检讨的地方 你说那六祖慧能讲的那些 难道不能学吗 不值得学吗 我有这样说吗 我一刚刚就说了 他是要接引上上根器的人 你说那这样我们凡夫 这种我们 这种业障身 就不需要学他 没有 不是不需要学他 先学起来 放着 欠在用 现在要再用不到 先学好 欠在用 等到将来你真正有禅定以后 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一些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用 现在如果没有先了解这个 现在就把那一个六祖慧能讲的那个 就用到我们这边来 见相如如不动 不取一相不如动 你自己在说好听话 见相不动 你看到美女会不会多看一眼 你说我虽然多看一眼 我不起贪心 你不起贪心 为什么要多看一眼 说得好听 所以要好好检讨自己 所以这边写的就很清楚 用净土来说 因为你心心念念 都一定要往生 所以他会来修定 念念发愿而得定 然后在这些境界里面 在二十九种庄严里面 你去观察 然后用无我空性的智慧 去观察这些庄严相 那就是修皮波沙纳的观 那么修止观所生的影像 限于心中有两个相 两种 什么意思呢 他用一般修止观的通途道理 说给我们听 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例如有分别影像 就是属习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就是有分别 还有白骨观不进观 那就是有分别 有分别影像 那修空观 就叫做无分别影像 所以广略修行 应俊法师在这边解释说 所谓的广略修行 略就是只有修止 广的话就是有修观 他的解释比较特别一点 他是配合一般的止观 去解释这句话 所以知广略诸法 广就是观三种庄严 二十九种庄严 略就是最后一句 依法句清净句 总观一切清净 所以他的广略又 完全配合到往生论 是这样的讲法 否则如果不是配合止观的讲法 那就是略是修止 广是修观 这是他比较特别的注解的地方 他把一般通途的教理 跟净土往生论讲的 同时呈现出来 给各位做参考 那么回来 169月的导属第四章 有这两句 广略止观 相顺修行 诚不恶心 对于这段话 请参考讲义 默学要引用起信论 让大家多了解一点 多学一点这个 起信论里面讲 如何修止观门 言止止一切境界相 随顺色谋他观义故 讲观分别因缘生灭相 随顺皮婆神那观义故 什么叫做随顺 以此恶意 渐渐休息 不相舍离 双线前故 秩序就是偶艺大师 偶艺大师的起信论 练网书里面写 一心恶门 本来不相离 一心止观 本来也没有前后 但是出击之人 久随生灭 都是生灭心 为达真如 所以要先修极观之止 强调了先修止 但是这个止 不是离开那个观 所以为什么论文会写 随顺色谋他 观义故 色谋他就色谋他 为什么要色谋他 观义故 所以他才会说 是极观之止 色谋他观 也就是要让你观 生灭 极是真如 这样的话可以对治 生死 涅槃的执着 接下来要修极止之观 所以叫做 皮婆舍纳 观一故 观 真如 具体生灭 然后就可以增长 善根跟大悲心 如此辗转 护修 见令增长 若至发心柱 就出柱 真实止观成就 就自然 任运 双形 这就是他讲的 渐渐休息 不相舍离 才能够双线前 所以所谓的随顺 子玄法师的比消记 里面讲 讲随顺 就是知道 未是正子 还没有真的修子 以极观之止 才叫做正子 你还不是修到 子中有观 观中有子 所以叫做随顺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极子之观 才叫做正观 现在呢 第四页第一行 只是一向止息 所谓指 指一切境界相 就是你不要着相 一切境界相 都不要着相 这样叫做 一向止息 指一切境界相 所以这种子 只是子的方便 为得名为止行 所以这样叫做 随顺色谋他观 那仅实止 为什么要加一个观字 正修之始 止观双运 止若无观 不明真子 观若无止 不明真观 所以正修止 也叫做观 色谋他观 他解释就这个 所以在起信论的讲法 你修止修观 其实本来应该要双运 但是呢 我们初学的人 一刚开始做不到 因此呢 先随顺修止 随顺修观 所谓的随顺修止 就是止一切境界相 那怎么可以随顺修止 一切境界相 为什么一定不能执着 一定要止 一定要不能执着 因为一切境界相 都是虚幻的 都是生灭虚幻的 这样子去修 色谋他的止 就叫做呢 色谋他观 你的止里面有观 那 批扑舍那观呢 就是观 生灭因缘 起信论不信 观生灭因缘 所以 并不是直接观真如 如如不动的真如 叫做观 是观生灭因缘相 也就是说 在这种生灭因缘里面 从来没有 实在有我 有我所 人无我 法无我 都没有实在的有我 或者是无我 这叫做 批扑舍那观 观生灭因缘 所以两个能分开吗 不能分开 这样叫做随顺 所以你看课本 真写得很清楚 广略止观 相顺修行 臣不恶心 引用起信论的注解 就是让大家了解 你修到最后 止观不恶 所以请参考讲义 净空和尚的注解 更容易了解 不恶心 就是一心 一心 就是平等心 不恶心 是自成心 真诚到极处 一心一意 心里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只有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只有阿弥陀佛六十红明 万德红明 所以 这个就把它结合到 慈明念佛里面来 你的止观 相顺修行 称不恶心 称一心不乱 你用这样的念佛功德 回向 真实回向 如果只是口头上回向 不起作用 要有行动 要真的付诸实行 用这样的功德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 我们一般 净土里面才会说 如是一心求净方 一心求生净土 这个愿 这个念头 念念都不失 这样才有可能 相顺修行 成不恶心 还有一点时间 继续把它 先念完 哪里呢 一百六十九页 最后一行 如实之广略诸法 如实 是如实相而知 这从前面 今天这一堂课 一开始就讲这个 那广中二十九句 略中一句 通通都是实相 通通都是清净心 那这样子如何能够 成就 善巧的方便回向 那这个就是下面要讲的 既然全部通通通都是实相 广练通通都是实相 那众生都在虚妄向里面 这个我们下礼拜 再来详细说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欢迎订阅